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今天要单列把它说出来呢 是因为脏腑别通最多的它是用在了台湾董事齐穴 就是咱知道就是在董景昌先生创立了那个董事齐穴里边 用到非常多的脏腑别通这套理论 效果呢其实咱很多人都知道 当然了实际上脏腑别通它不单可以用在董事齐穴里边 就是说当你把脏腑别通理论弄清楚弄明白了以后 你可以把它加到你的这个针灸的思路当中 你会发现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这个就是我讲这个东西的目的 因为我始终在强调说咱学东西目的不是为了炫耀 咱学东西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其实上呢就是说 真正它脏腑别通呢 它是根据六经开河书变化得来的 那咱知道就说在灵书经根治里边提到了 太阳为开 阳明为和 少阳为书 太阴为开 绝阴为和 少阴为书 这样的话 其实上咱就明白了 那就是开对开 和对和 书对书 当然了 这时候很多人说了 那我手上也有 手上也有太阳 然后足上也有太阳 那我怎么来对应呢 对不对 我是守太阳对守太阴吗 不是 它的口诀是这样的 一守一足 一阴一阳 一脏一腹 那我守太阳就对足太阴 我足太阳就对守太阴 如此类忒 然后呢 其中这时候的话 咱就推出了十二经络 它的别通关系 那肺与膀胱通 大肠与肝通 三胶与肾通 小肠与脾通 心胞和胃通 心与胆通 得出了这样六个关系 大家想一下 这说起来的话很简单 然后但是呢 真正用起来的话 就是说你会发现 它稍微有点处杂 为啥呢 大家想一下 就说咱说的表里关系的时候 咱讲肺和大肠 相表里 那这时候 那这时候你想想 它又不同了 然后的话就说 在这大肠和肝 别通 然后肺和膀 相别通 得出了这样的关系 那就是说 这时候大家来想一下 就说这个 咱怎么来用呢 如果说咱十四经穴 也用就是这个 脏腹别通 这个理论来取穴的时候 疗效也非常非常的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最经常用到的一个穴位 木穴 就在手上 食指 这个小指色 然后 这个 第一节 这边 上一点 下一点 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两点 这个木穴 木穴咱知道 干属木 所以说直接就是说 这个木穴主要是来调肝的 那当然 它实际上 就是说 我用它来治疗什么 是特效呢 首先第一个 皮肤病 就是特别手上的皮肤病 比如说额掌风 比如说手上脱皮 等等这些 那第二个 就是咱眼睛的问题 第三个 就是咱肝阳上胖的问题 用这个穴位都能解决 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这个木穴 它为什么又在肝筋上呢 咱知道 根据咱这个十二经络来讲的话 这儿是肺筋 这儿是大肠筋 那你知道这是大肠筋了 那为什么就是大肠筋上的穴位来治肝呢 对不对 以前的时候 有人讲清楚没 说实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呢 这儿不就讲得很清楚吗 大肠与肝相别通 所以说呢 就是说 通过调理大肠筋上的穴位 照样来可以调肝 它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同样呢 如果说你要调理肺上的问题 你用膀胱筋上的穴位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咱再举个例子 然后直接就说 你像咱万古穴 在这个小肠筋上 在这个小肠筋上 它能清脾湿 治黄胆 自古有 它自古就是治黄的药穴 那想想为什么 这不嘛 小肠和脾通嘛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 脏腐别通理论 它就是这样来用的 当然了 我只是给大家起个头 然后的话就说 大家在 就是这个 应该就是灵活的 来应用 然后 疗效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好 那大家来想一下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咱那具体来想一下 就说 这个咱具体来讲 怎么用呢 说白了 这个就需要你具有丰富的 想象力 然后 其实上 很多时候 我一直在告诉大家的什么 咱中医治病 靠的不是药方 也不是针 也不是 就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大脑 靠的是思维 只有你思维清楚 然后的话 你才能想象出来 当然了 今天呢 咱就大体的 就把脏腐别通 这 基本的 这些原理 然后告诉大家 然后明天的话 咱 一条 对应关系 就是 一条一条的来讲 明天呢 咱讲肺和膀胱通 为什么肺和膀胱通 它到底都有什么应用 它该怎么样应用 然后的话 再讲几组特殊的穴位 当然了 后天呢 咱讲 痞和小肠通 然后用六次的 这个时间来告大家 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应用 让大家对这个脏腐别通 有个深刻的理解 以后拿出来就能用 OK 今天咱就讲到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